距離農曆春節不到一個禮拜 正值是採買年貨的時節 而縣紙消保官今天也協同衛生局的人員 直接到羅東民生市場旁的年貨大街來進行稽查 要求店家要落實標示 並抽驗年節食品 來確保民眾年節期間的食品安全 為了幫民眾的年節食品安全把關 縣紙消保官今天召集了衛生局人員 來直接到羅東民生市場旁的年貨大街 針對年貨的食品安全 還有散裝食品來進行稽查 讓民眾能夠買得安心 平安健康過好年 我們今天也特別來針對羅東這邊的民生市場 附近的一些散裝食品 我們特別來加強的一個查驗 當然也發現了一些可能在衛生上 也還需要改進的一些問題 我們現場也提攤商來加以改進 那這段期間我們發現了一些小缺師都有請廠商來做一個改進 希望在縣政府嚴格的把關之下 能夠提供給民眾能夠安心放心的 能夠採買相關的一些年節食品 能夠大家能夠過一個好年 外申局表示挑選散裝的食品要注意 品名原產地還有有效日期等等的事項 才能夠確保食品的品質安全 同時也呼籲業者要落實自主管理 以維護消費者的權益 那我們特別來輔導我們的業者 在品名上面一定要標示還有產地 那也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希望我們的業者要在資訊公開 來讓消費者知道東西如何保存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至少要包上製造日期或有效日期 那另外在這裡也提醒我們的消費者 其實在買這些散裝食品 也要看我們的販賣環境 還有就是買回去東西的保存條件 那大家應該依這樣子的來做好我們食品的保存 那也建議消費者如果在過年期間對於食品有任何的問題 也隨時可以撥打我們衛生局的執行專線 9332779那我們會做第一線的一個相關的處理 衛生局除了進行年節食品的抽驗之外 也會民眾掌握年節食品的選購四大原則 包括完整包裝還有先看後紋 以及注意廚廠條件以及販售場所的衛生 才能夠安心買年貨 維安新聞記者賴伏欣長的報導 20141月12號